The Manila Buddha Temple Board of Directors and Women's Association donated various food items to the Hospice de San Jose 玛丽拉普陀寺董事会继妇女委员会向Hospice de San Jose捐赠一大批食品 玛丽拉普陀寺董事会继妇女委员会在菲律宾佛教总会会长普陀寺主持道元大和尚的指导下 会晤蒸蒸日上不断举行各项有意义的活动 在刚举行起见梁黄宝灿明阳两历五天大法会和大型捐献大米鲜爱心活动后 又于8月15号下午3点在道元大和尚的带领下 以董事会副董事长许家荣为首的各位董事 以及以副理会会长李三娜为首的姐妹们一起向坐落于阿亚拉大桥 已有214年历史的Hospice de San Jose老人和孤儿收留中心捐献一大批各种食品 其中包括大米、矿泉水、饮料、饼干和各种零食等 当天由该中心负责人Martha Showney亲自接收 并引导捐献者参观了整座中心 她向普陀寺董事会和妇女会对该中心无家可归的老人和孤儿的关爱 在此慷慨捐献大批食品 表示衷心的感谢 当天出席活动的包括道元大和尚、许家荣副董事长 非中电视台副制作人兼新闻总监王学义 妇女会李三纳会长、许立明、李文潭、王远淮、杨美丽、洪霜珍、陈丽雅、邱青年、吴雅银、黄丽丽、王立良、许培森、柯秀锦、施灵灵、洪金金、董沙蜜、尤蕊娜、蔡美景、柯美贺等 Chinatown News 非中新闻台综合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